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美国海军在1月举办的海军水面兵力协会年会上 公布了新一代导弹驱逐舰DDGX的设计概念 预计配备高功率探测器 高超元素武器 以及新一代的高功率激光武器等 能有效提升单舰战力 今天我就来谈谈这款新型驱逐舰DDGX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目前的主力驱逐舰 30年来共服役了69艘 伯克级不断发展升级 战斗力也不断提升 共有四个主要的生产批次 它是标准的多用途驱逐舰 有96管的吹发系统 既可以装备战斧导弹 也可以装备标准系列的防空及反导导弹 经过四个批次的升级 伯克级排水量增加到近万吨 因为初始设计的问题 电力提升空间是有限的 继续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海军的下一代导弹驱逐舰DDGX 充分借鉴了伯克级和朱姆沃特级驱逐舰 包括火力、隐身能力、失航性、信息化程度 以及电子战水平等在内的综合作战能力 都会有很大的进步 按照美国海军的计划 这次公布的设计概念不是最终方案 实际还需要各公司来竞标 最后选出DDGX的设计 并计划在2028年开始建造 2030年左右开始服役 与此同时 伯克级最新的Flight 3P次还会继续建造 初步计划建14艘 虽然DDGX外形还在研讨中 但其外观将要比现在的伯克级驱逐舰更修长 采用了传统的飞碱舰手 从DDGX驱逐舰的概念图来看 采用了侧壁内倾和干旋外倾的方式来减少雷达反射 上层建筑充分借鉴了朱姆尔特级驱逐舰 DDGX的大小和成本还不清楚 感觉排出量应该在1万吨上下 DDGX预计采用朱姆尔特级的综合动力系统 来取代传统的燃气轮机动力系统 以燃气涡轮主机发电 提供给电动喷水推进和全舰使用 比目前伯克级的机械推进 拥有更优秀的推进效率和续航力 与伯克级相比 下一代驱逐舰的航程将增加50% 燃料使用量减少25% 减少了对于补给船的依赖 巡逻执行时间可以延长120% 此外 它的试航性和北极极地部署能力 也会得到极大强化 DDGX将有完备的探测和电战系统 包括新的SPY-6相控阵雷达 SPQ-9B型X波段雷达 还有电光探测器和电子战系统等 使用基线10宙斯盾作战系统 DDGX配备的SPY-6雷达天线直径 从14英尺扩大到18英尺 提高了传感器的灵敏度 武器方面 DDGX在舰手配备了一门 现有的MK45型127毫米舰炮 前甲板配备一门 150千瓦激光炮 两弦各有一座拉姆进程防空导弹 后期批次将会用两门600千瓦激光炮 替代拉姆导弹 DDGX有两处共96管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与伯克级相当 前甲板的32管 未来能够根据需要 换成12个更大尺寸的垂发系统 用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中部的64管MK41 可以发射标准对空导弹 战斧全航导弹 以及反潜导弹等 像第五代战机一样 军舰的未来发展 也需要更全面的隐身 避免过早被对手发现 和躲避反舰导弹 DDGX的雷达 升学 红外和针对磁性水雷的特征 将比伯克级降低一半左右 雷达引伸措施 包括舰艇没有垂直的外壁 采用干旋外倾和侧臂内倾的方式 另外还要减少各种凸起 将各种天线做成平板状 布置在上层建筑外壁 这样可以将雷达波反射到其他方向 二十载船体表面图布雷达波吸收材料 以减少雷达波的反射 DDGX充分借鉴了珠摩尔特级驱逐舰 考虑了雷达引伸效果 声学引伸主要是为了减少动力系统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噪音 避免被潜艇声纳探测到 DDGX可能会采用珠摩尔特级的喷水推进方式 降低水流噪音 同时还将燃气轮机、电动机等安装在减震伏法上 这样也会大幅减少动力系统的噪音 红外引伸主要是降低烟囱排出的废气的温度 来应对红外传感器的探测 目前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在烟囱周围涂附红外引伸材料降低温度 二是利用周围的空气和海水对废气进行降温 这样也能够降低烟囱的红外特征 珠摩尔特级驱逐舰作为试验舰 为下一代的战舰提供了很多技术的验证 这也将加快DDGX的研发和生产速度 另外美国的海陆空军都选出了2021年度照片 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些精彩的照片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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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